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细说敢言 李宗洪逢星期一至五 为你识世情 论人生 练续剧虽然是引人入胜 但是有时政治连续剧 确实令人感到厌烦 其实很多人已经是对 梁振英的签建事件 是感到非常厌烦 香港真的很多的事情 我们需要处理 如果永远糾纏 在一些糾纏不清的问题上 确实是不断令到 香港社会是来号 但是解零还需是灵人 梁振英去到立法会 来到去解话 本来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希望将问题画上句号 但可惜 然是公规一规 不过结果 其实可以预料 有时真是性格是决定命运 梁振英虽然是愿意放下身段 甚至是承受一些是攻击 和屈辱 他的面部表情是充分表现出来 但是他心中那种的傲慢和不分 同样在身体预言表现出来 正似是一座表达的艺术 艺术用得好的时候 其实可以化解很多无谓的争端 这个看回那些真正结出的政治家 包括是中国内地一些的官员 其实具备这样的能量 可惜梁振英那种的专业的傲慢 令他无法是真正可以放下他心中的身段 那些屎扁医生当然是教触他 如何来到紧守底线 紧守底线 紧守底线 nine to take 就在政治公关学上 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谋略 就是永远知道自己的线在哪里 凡是超这条线的 你就要回避 你又要推躺 甚至用各种的语言来解释 不要被人攻陷你的底线 于是梁振英的底线就是指认疏忽 不涉诚信 但关键就是大家关注地方 就是整件事件 你有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令人感受到 你的诚信是可以肯定 诚信有时不是透过语言艺术去坚持 而一种教人信服的坦诚 有时你真正的坦诚 反而是可以赢取更大的诚信 可惜这方面梁振英虽然是准备充足 但是昨天仍然是未交足他的气氛 而看到议员们的对他的攻击好支持好 仍然是规范了一种既定的立场 也都没有一个是能够从政治较高层面去提问 而希望得到一个真正令人说服结果的淡漫出来 所以昨天个半钟头 其实仍然是一出政治的连续剧当中 大家按照的剧本来到照本宣科 问题发展事件 即可能大家想一下如何收科呢? 或者有些基督徒教会领袖都会觉得 我们是否要谋求一个真正的复和 真正的宽恕呢? 那这就去到一个信仰反省的层面了 其实数量和复和都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核心的信息 但是数量和复和不是那些和稀例 不是那些求求其其大家小句 而是真正去解决问题 那其实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是知道事件的真相 那圣经的哥罗西书第二章有一节很宝贵的经文 在我们处理一些政治争拗 政治纷争而谋求复和 宽恕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圣经这么说的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老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像着十字架跨性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 圣经如何透过十字架 达到这个数量和复和 背后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能够将事情完全的透明度 完全的将它很清楚的交代 这就是用现代原来 是能够将事件的真相交出来 圣经说明显给众人看 就像着十字架跨性 十字架是废掉冤仇 但是这个的前提必须是能够很清晰 是一件事情 是不是拖泥带水 不是妈妈夫妇 不是蒙云过关 所以这个正是我们今天 面对香港很多政治争拗 有一个很深层次的信仰反省 当中关于到人的有没有忏悔精神 我们愿意忏悔 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 并且愿意改过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元素 否则这语言上去蒙云过关 或者希望说服别人 那这个是不足够的 梁振英能够放下身体上的身段 但不能放下心中的身段 所以他的表现出来 仍然无法是教人顺服 仍然无法他表达的坦誠 诚信一关他希望力保 但正一他力求力保 反而在方面仍然有不少的瑕疵 未能达致是寻求众人数量的条件 这方面他仍然要多做功课 这不是使便医生教到他的语言艺术 而是心里面对自己所做的事 有没有一种坦诚的忏悔精神 为如此才能够用一个真正的真诚去交代 有人问 此件豈不是交代所有的事实吗 其实重要是 在这事实背后你的动机 你的想法 你的思考在哪里 现在质疑就是 你觉得到问题 是仍然令人未能信服的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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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